嗨,大家好,我是华子 我正是在美国华盛顿特区 现在已经是四月底了 气候呢,终于稳定下来了 基本上稳定在晚上十度左右 白天呢,二十度到二十五度左右 那我的这些小苗呢,就可以拿出来晒太阳了 今天呢,我要种两种花 一种是百日草 另外一种呢,是金鱼草 这个就是百日草 这个百日草,我育苗育得比较早 所以它在室内待了差不多两个月 长得并不是很好 你看哦,细细的高脚苗 今天我把这个育的苗种下去 然后呢,我还会再种一些百日草 直接种在地里面 然后比较一下它们的区别 这样的话,明年我就知道我是否需要育苗 好,我另外种的三种百日草呢,一种是 Cweeney Pearl Orange,就是橘色的 另外一种呢,是Benderys Giant Golden Yellow,也就是金色的 另外一种呢,是Cweeney Red Lime,就是大概是红色和青柠檬的混合色吧 这些呢,就是金鱼草 这是我大概两个月前育的苗吧 这已经长得很高了 因为前段时间天气,气候一直不稳定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种到地里面 今天我要把它种到地里面 那它已经长得很高了 种到地里面以后呢,我会把它掐尖 把上面的剪掉 这样它从旁边就会长出很多侧枝出来 那现在我就把这些百日草种在这个菜床里 也叫花床了 上个星期我种的青菜呀,甜菜呀,坏菜,小白菜 种在那两个菜床里的 那我把百日草种在这儿 我为什么要把百日草种在这儿呢 你看啊,这边是潮南的 这个百日草它会长得很高 会长到30到40英寸这么高 所以我就把它种在后面 这前面种的是菜,菜长得不高嘛 菜种在前面,矮的植物种在前面 高的植物就种在后面 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些育好的苗 种在这个花床的后排 然后再把种子 百日草的种子种在前排 这样的话 这个前排因为它长得比较慢嘛 它可以晒到太阳 不会被后面的这个已经育好苗的 百日草给挡住的阳光 每一盒苗都是不同的品种 这一盒呢,是MixColor 这个描一描之间相隔六寸 因为它这个是高脚苗 我要把它种深一点 埋到土里面埋深一点 那这个里面呢,有两株 我就把它去掉一株 把它掐掉 有一株就可以了 两株在一起它是长不好的 要把它压压实 好,那么这几株南不好了 我就不种了 把这个标签插在它这个品种的前面 你看哦,这两株 这株就比较矮 但这株我就不要把它掐掉 好,这边的百日草我就种好了 你看每一个品种就把这个标签把它插在这儿 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 这样以后我就知道哪一块是什么品种 那么在这一块剩下来的空地上呢 我就把这个百日草的种子种下去 那么现在呢,我就种这个 Cweeney Red Line 这个也是每一个种子之间相隔六英寸 我就用手搓一个小小的洞 每一个品种我就种九粒 好,这些标签把它插在这儿 然后轻轻地把它覆盖上 把它稍微拍一拍 让种子和土地亲密地结合 好,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剩余的两个品种种下去 好,这个百日草就种好了 到时候我会再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育苗和直播的差别在哪里 它们的效果怎么样 好,现在我要把这个金鱼草种在这一块花床里面 这个中间种的是Sweepies甜豆 那我就种在甜豆的这边 这边我种的是爱尔兰猪 这个金鱼草呢 它可以长到30到36英寸这么高 但是呢,没有关系 这个Sweepies呢,是洗凉的植物 等这个金鱼草长高了以后 这个Sweepies它也结束了它的寿命 所以呢,这两种植物是可以混合的种在一起的 这个金鱼草猪一猪之间也是相隔六寸 别的人是相隔八寸 但是我还是把它们相隔六寸 因为我不要它长得宽 我要它长得高 因为做切花慢,高比较好了 把它稍微种得深一点 否则它容易倒腹的 就是这个金鱼草猪一样的 好 这一片金鱼草就种好了 那这些有的大的金鱼草呢 叫掐尖 这个小的呢就让它长一长 现在暂时不掐尖 这大的金鱼草啊 你看到在第一层第二层 在第二层上面这边 把它掐尖掐掉 这样就掐掉了 还有这个也是的 第一层第二层 在第二层这边 在它的根部这边掐掉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从这儿再长出掐尖出来 好 等一下呢 我把这个金鱼草掐尖完了以后呢 把种下去的金鱼草和白日草 浇下水 今天的工作就全部完成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